许多人的新年新希望 都是期许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而这个愿望的达成 或许能从多一点的关心和同理心开始做起 一个做妈妈的 一生能参与多少孩子五岁的日子 一个宝贝是一年 两个顶多是两年 但老天却很不公平地 给了柯里求祥一辈子 弟弟就比较躁动 他就做不下 他就喜欢当小老师 像说广告 剥蜜果菜汁 我们就要跟他在后面吃 这一块 一百 一百 下午要煮给你 给你吃的 吃肉 小儿子冠签从最可爱的五岁那年 发现是多重障碍及自闭症 新至年纪就再也没长大过 尽管实际年龄 今年已经三十六 像爸妈现在我们会牵 就是安全的问题 如果走廊就有时候放手给他 折比较快就说 你要等妈妈 妈妈还在后面 残缺的右手 勾着儿子后食的手掌 柯里求祥偶尔会这么想 广音大神或许真的很想 为他补偿些什么 所以才双双留住兄弟俩都无忧无虑的那段时光 哥哥他就从幼稚园一对一老师教他 他到小学 一年级就为了 爸爸为了他要读正常班 他就把早上带过去 就等到他下课回来 有时候会到教室这样 大步大步去散步 来 弟弟跟哥哥二手 我二手 好兄弟 哥哥好 比起弟弟贯钱 大一岁的哥哥看起来多了份稳重 同样是多重让爱及自闭症 他的温柔是安静不打扰 只管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 这个比较会吃醋 他就会 就是我在跟哥哥互动 他没有互动 他就会在旁边再来 意思是说你没有注意到我 伸出手 就算掌心已经断成一半 但知觉还是正常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 妈妈没有因为哪个爱撒娇 就偏爱谁 现在不能吃 等一下 我知道酱油 好好 我会用 好 酱油 好好好 弟弟爱吃水饺 哥哥喜欢鱼 那就亲疏鱼肉 四神汤加饺子都来 科里丘强虽然普简 但给孩子的永远富足齐全 就我小孩子七个月的时候 我背小孩子就是 背那个鱼肉用到 对 他因为就背了 用到就到医院去 他说已经要下去 那骨都脆掉了 不可以红绝 你就把它把它用掉 四根不见的手指 是三十多年前 丈夫经营弹簧家工厂时 意外被机器切断的 后来恰逢土地征收 工厂也关门打击 恰好 女校长就知道我们的状况 刚好厨房有欠一个厨工 我先生就跟那个 指办单位 营养午餐的老师 他说好 可是我没有跟他讲我的状况 就是要缺热什么 比较不容易 他说没有关系 工作不方便 还要费心两个大孩子 这些考验 都还难不倒客里秋香 真正的关卡 其实是先生罹患受护腺癌 一直到不提病魔 离开他们母子三个人的日子 就是必要感到垮了 他都什么事情都自己扛 因为为什么别人都 我们今天小孩子都很正常 为什么这两个小孩子会这样 那些煎熬的岁月 除了悲伤 其实有更多的成分是焦虑 小孩的教养费 先生的医疗费 每天转开眼 柴米油盐都是压力 还好先生生病前 柯里秋香不顾反对 坚持做了店面 硬让彩券行如愿开张 他说这个是在害你的 你有两个这种小孩子 不要再照页 他就不能这样讲 他就装程座 去骂我姐姐 你干嘛叫我 叫他去车又车走 我一直坚持说我要坐 可是他也犯无奈 先生心里的那一道坎 其实也没因为生意好 带来收入而自动消失 卖彩券做工艺 这个道理也是后来 才真正参透的 一点过后 他有看那个电视 说这个多少 一百块有拿四十趴出来 做工艺 他就慢慢去追纳 快乐可能不是自己得到多少 而是无愧不欠 柯里秋香因为卖了彩缺而明白 原来自己经手的所谓工艺 也不只能百分之四十的爱 中奖人额外捐赠的奖金 发行机构的回馈金 很多时候也退成有力的被绑 雪中送炭 我们现在去蔡平鱼他们的家 所以他会经过一些 比较难走的路 蔡平鱼他本身是 手脚只能往上动 脚他是比较有力量 言语的话就比较没办法讲得出来 因为他没办法用语言表达 阿嬷 再来 二哥 有人来赶紧拍摄 有拍摄吗 有啊 他就这样子肢体语言 很高兴的话他就手会举起来 李哲小平头 大男孩名伦今年也三十出头 因为脑性麻痹 从小除了妈妈的手 他得靠轮椅 毕竟人生所有 就我送到台北的国泰医院 做脑坡检查 他就说这个孩子脑性麻痹 影响到他的脑部 以后他的动作会比较吃烦 但是事实是除了迟缓 明伦的极重度脑麻 几乎已成为禁锢的锁 正常智商 细腻的思维 也仿佛只能关在脑科里震 我现在比较心情比较开朗 有走出去看很多这种的孩子 我觉得我已经很辛苦 还有人比我更辛苦 不要太兴奋 高兴了 他喜欢去脑麻日照 就是有时候下很大的雨 我叫他不要去 他说他要去 没人 大家在乎 快点举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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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开始 人跟人的际遇 总是难以用定律或道理去言语 但走进教室 妈妈好像可以懂得 为什么明伦喜欢这里 它属于比较乐观的那一层面 来这里开不开心 开心 来这里 快不快乐 快乐 十来坪的教室里 谁都需要轮椅 没有谁高谁低 也不必自卑 动作慢的问题 比起大部分同学 明伦年纪稍长 大哥哥甚至懂得体贴老师跟同学 对 像我们有吃水 做错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同学 会比较顽皮一点 然后他就会来安危 会这样子 会这样子 就叫我不要伤心 然后不要难过 然后大家都对我们很好 然后老师你不要难过 他很时稳很紳士 非常的紳士 有一次我来上班 然后他就突然这样子 比他的包包 我说明伦 你要干嘛 然后我就到后面去 然后因为我们主任在柜台 然后他就这样 把他的包包很帅气的往后甩 甩出两个髮夹 我说你这个髮夹要送谁的 然后因为我们那边都有名单 然后他就自己划划 划到名单那边 指我们大公主的名字 面对心仪的女孩 害羞怦然 大男孩原来跟常人没有不一样 因为幸福的被爱者 被善念熏染 这也才懂得反馈爱 有多么快乐 成为更好的自己 更好不一定是指工作成就 而是更柔软 更包容的心 这个新年新希望 以为2018年画下了完美句点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心仪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成Seva